你看,我的刀工 練刀工 我的刀工就是切絲嗎? 我的刀工怎麼差啊? 大家好,我是日康屋台南新人的小話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厲害的除放生器 那我們來看看是什麼呢? 這兩個是我們俄國原裝進口的GAP系列的 磨絲跟磨變器 這兩個就是我們厲害的除放生器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是你斬龍的那種磨絲器 這個你千萬不要再用囉 所以我們要把它丟掉 不要再用了 為什麼呢? 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看看 就是它不同的地方是在於 它前面有一個止滑的功能 就變成你放著的話 它比較不會滑動 然後這個是完全沒有 所以它很容易滑動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還有就是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雙向的磨絲的功能 它可以來回 然後這個的話只有單向 所以這種磨絲器真的不要再用了 炸彈掉 好 然後接下來介紹我們的磨片器 那我們的磨片器呢 你看這個是德國原裝的鋼刀 然後你看連我們的洋蔥 洋蔥喔 平常我們用太刀 很難切後斤 它就可以來回接了 你看它可以裝下 我再滑動一下下 你看它每一片喔 厚薄度都一樣 然後就可以變成我們的絲了 你看 然後呢其實我們的刨片器可以刨很多東西 比如說紅蘿蔔小黃瓜 然後剛剛也刨我們的洋蔥了 然後現在呢 竟然連高麗菜都可以刨 因為我的手工 我的那個菜刀的工法 真的太差了 你看剛剛切成這樣子 哪叫做高麗菜絲 這麼粗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泡片器 也可以刨我們的高麗菜喔 很方便 你看 刀子多粒 真的很方便 你看 這樣子就一絲一絲的了 對 然後你看 就可以 就可以變成我們的高麗菜絲 就可以做我們的沙拉 不然我們剛剛跑的會都拿到高麗菜絲 真的 然後人家那個 上那個高級的豬排店 是下面店的這高麗菜絲 你看 差很多啦 然後呢 剛剛是不是有介紹我們的泡片器了 那現在有我們的泡石器 泡石器 一樣不用厲害的刀工喔 我們用小黃瓜 你看 這個可以這樣來回跑 你看多輕鬆 你看 就這樣子一絲一絲的 喔 做沙拉 喔 拿來拌菜 做小菜 都很方便 是很方便 可以這樣來回 然後不只可以用的小黃瓜 然後呢 像紅蘿蔔有時候我們是剩這樣一小塊 是不是這樣子 用這樣手 會容易割到我們的手 會危險 所以呢 我們就不用很貼心有送這個 補助器齁 直接插上去就好 對 你看 就這樣子 就可以來回喔 你看 這個方便 方便喔 這樣就一絲一絲的囉 然後呢 還有剛剛我們是有用這個泡的 來看一下 我們兩個泡絲 你看 差很多對不對 差超多的 這樣子的地體 而且你看這個 旁邊這個 形狀沒有那麼地體 好 然後呢 我們有這麼多功能以外 你看它背面喔 它有些貼心的小設計 尤其是這邊跟這邊 那這個地方呢 比較粗的那個 有一個磨泥板 磨碎板 然後你可以拿來磨那個 山藥泥啊 蘿蔔 切都可以 那現在我們來磨一個 蘿蔔泥 那蘿蔔泥的話 我們等一下呢 就可以做一個我們的 沙拉 所以我們現在都沒有用到 沾板 跟柴刀 就可以做出一道菜 然後 你看 它就直接可以調到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醬汁裡面喔 你看這個就可以 整個蘿蔔都快要磨完了 然後你看 蘿蔔泥就在這個地方喔 這個不是小胖目喔 你看 這樣很方便 然後我們就直接調進去 就可以調我們的日式醬汁的醬汁了 你看 就這邊 有沒有 好 然後呢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用的 摩絲器跟摩片器 然後刨出來的食材 你看 很簡單就可以下間做一個 簡單的沙拉 然後呢 就可以把我們的那個 蘿蔔泥的這個醬料啊 簡單的你看 這樣子 就可以做我們的那個醬汁 然後再一個 我們簡單的 白芝麻 你看 就是簡單的 輕實的下間沙拉 然後呢 有這兩個 摩絲器跟我們的摩片器 人人是大廚喔 然後呢 我們今天呢 有一個厲害的活動 就是 滿摩絲器 這種摩片器 買動 送一個 超級華算 現在才特價999 不然人家要來賓198 還放了這個 我的愛 適量 我的愛 我的愛 我現在用 自己飛動 這anyak